可以怎麼樣 可以多一個刪除圖 刪掉有沒有 然後再畫一個全部折線圖 全部折線圖的話就是 看它有幾個欄位 就幾個全部都會繪製出來了 OK 那首先當然你可以想說 哇那怎麼會繪製的 我們剛剛不是採美元跟人民幣而已 人民幣剛剛一樣的方法啦 那其實有 當然有比較聰明的辦法 比較笨的方法 比較笨的方法就是 反正你就一個一個錄製嘛 一個一個執行它 全部擴在一起可不可以啊 總共才幾欄 應該是幾個 6 7 8 9 10 總共10欄而已啦 OK 所以你等於是錄製10個 10個聚集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 可不可以也可以 但是 當然比較聰明的辦法 是你要找出什麼 找出他們之間的 有沒有地方是差異點 比如說我剛剛又錄製了 那個人民幣聚集之後 我發現 錄下來之後 其實大部分都一樣 那只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你會發現哪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不一樣的話 你會發現 放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這個 它的Lapt跟Top有沒有 就是變成說 因為我往下10列嘛 所以本來是M1對不對 它再來就變M11 那顧名是在下一個 不是變M21嗎 再來M31 所以都是10 等於是每一個就加10就對了 第一次是1嘛 第二個加10變11 再加10變21 你依次類推 第二個差異的地方 主要是這個地方 Range 在Source 就是貿號等於這裡啦 那其實這邊看到的 它會有一個工作表名稱 加上它的範圍 而且有錢的話 但你可以改一下 你可以改成類似像 長得像這樣 這個是 人民幣是 第一個範圍是A1到A25 然後第二個範圍是C1到C25 所以如果你美元的話 其實應該可以改成跟它一樣的方式 就是說它這個地方應該是可以改成這樣 一樣日期固定嘛對不對 那應該是這個地方可以改成B1到B25 所以如果假如說我要讓它下一個的話 第一個一定是B嘛 第二個一定是C 第三個顧名思義 那就是D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基本上 如果不把它寫成一個回圈的話 其實我們後面應該都可以寫得出來了 後面的話其實拿這個來改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其實下一個應該是哪一個 下一個是歐元嘛 所以你就是什麼 歐元 歐元的話其實應該就可以 歐元的話應該 如果以剛剛的邏輯 那只要改兩個地方 第一個M21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把什麼呢 把這邊改成D 改成D 那歐元折線圖就繪製出來了 我先刪除掉 我先把它刪掉 所以如果假設我這樣寫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那把它執行 所以如果第一個執行美元的話 美元OK 人民幣也OK 那歐元或不OK呢 歐元的話應該也OK 有沒有 所以 那以此類推的 所以我們後面只要什麼 當然你不用 你不至於說傻傻的 再來一個什麼 再來 美元對日元 再一個 那總共十個 你全部串在一起 一樣也可以啦 可是如果你不想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改成一個叫什麼 全部折線圖 那全部折線圖 我們其實就可以怎麼寫呢 當然你可以拿美元這個來改好了 那一樣嘛 我們當然這個數字會變動 所以我們可以 總共有十個欄位嘛 所以我們可以加一個回圈 叫fori等於1到10好了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然後呢 把這兩行怎麼樣 搬到這裡來 搬到中間 然後按個tab鍵 主要是利用這個回圈 去幫我變出我要的那個花樣 那首先當然有兩個變數要變嘛 哪兩個呢 第一個就這個 有沒有 當他是 要怎麼樣可以當他是第一次 當i等於1他就是1 當i等於2他就變11 所以你要想一個公式 所以這裡啦 我們可以增加一個變數叫k好了 k等於多少呢 k等於1 然後要怎麼樣 這樣可以滿足剛剛講的那個規則 當i是1的時候 他就是1 可是當i等於2的時候他就變11 i等於3的時候他就變21 所以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加上什麼 加上 加上 瓜糊 i 乘上10 或瓜糊 那可是不對啊 你說 老師 當i等於1的時候乘上 那不就變11了嗎 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剪掉 把i i減掉1嘛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先 先減再乘 這樣OK 這樣會不會很複雜 我看一下我寫的 我有點不太記得 對 我也是這樣寫 但是我是順序 我是把那個 i加 加1寫在後面 不過也是一樣 這個如果把 我寫一樣好了 寫在後面 加1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瓜糊就不用了 如果加1的話 就是我先把 i先減掉1之後乘上10 那所以呢 當i等於1的時候 因為減掉1它就0嘛 0乘上10還是0 可是當它等於2的時候 那它就是變10加1 再來就變20加1 30加1 所以剛剛好match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有沒有 把這個k 放到這個m1的這個位置 所以把這個 一樣嘛 我前面講過 就是把它放在它的右邊 所以m的k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一樣 m的k 好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但如果你現在run的話 它應該可以run得出來 不過全部應該都是 全部應該都是美元的 通通出來了 不過美元 為什麼 因為來源資料通通都是A2 有沒有 這個日期嘛 那這個B 所以下一個應該是怎麼樣 可以把當... 當什麼呢 當i等於1的時候是B 當i等於2的時候是C B 一直累推 所以這個就最難了 這個我想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滿足這個需求 後面其實都可以啦 但你如果有別的方法沒關係 你可以想想看 主要是解決我們眼前看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方式 應該可以理解我們需求嘛 i什麼狀況下 可以讓它變成B 等於1的時候變成B Easy 類推 後來我就想一個方法 乾脆我在這邊加一個... 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的話就藍的字串 這個字串 我們來看B C D E F G 我們到哪一籃呢 Q H H I J K 到K籃 我看一下 這也沒錯到K籃 所以我再在這邊按照英文字排序 那我後面呢 直接用一個方式 什麼方式呢 我加一個變數叫C好了 C等於什麼呢 MID 用MID去切好了 那切的話呢 就是把那個COL 這個字串放進來 然後呢 當它... 因為我一樣抓 那這邊就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要抓幾個?抓一個 也就是說 當它為1的時候就抓B 所以C當它第一次是B 當它為2的時候呢 就抓C 也一樣抓一個 以此類推 所以C這個裡面 就會滿足我剛剛要的 有沒有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有沒有 其實關鍵就是 反正就是給一個字串 然後再利用MID去切割 切割這個字串 當它是第幾個字的時候 它就抓地 所以我要第一個字就B 第二個字就C 那不就剛好滿足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C 怎麼樣 放到這個B的位置 放記得喔 一樣喔 先選B 然後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放個C就可以了 然後AND前後加空白 然後B也是一樣 這個喔 選起來 兩個雙一號移到中間 AND兩個再移到中間 再加個C 意思就是說呢 把C這個變數串進來的意思 那這樣它就是 如果我抓到B 那就B1到B25 那如果是C 那就C1到C25 OK 好了 寫好了 不過這個講得有點快啦 如果各位假設 一下子 沒有辦法馬上議會喔 回去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 想出來的方法 因為我覺得這個方法 應該是最簡單的 可以用一個字串 然後配合MID 就可以切割了 這樣子應該可以讓程式寫最少 OK 如果你覺得太困難 沒關係 你可以有別的想法 沒關係 你可以試試看看 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是直接把它執行 理論上應該OK 刪圖的話 在雲端上也有啦 其實就是判斷這裡面有沒有圖 如果有圖 就通通把它刪掉 然後把它執行 看一下 有沒有 美元 沒錯 人民幣 歐元 一直到最後是紐幣 就通通出來了 感覺還滿不錯的 然後最後做按鈕 三圖 全部折線圖 OK 這樣子的話 就是今天要的一個 大概的結果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這個 尤其是後面的這一段 比較困難 不過我在雲端白板上面 也有放啦 所以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剛剛K跟這個字 K是決定它的那個坐標位置 然後C的話是決定它是取得哪個藍的資料 OK 請各位試試看 三圖在這裡 所以你們這三圖 也許可以拿來參考當泛北 沒關係 試一下 那今天的那個作業 基本上請各位就是 試著完成那個就是 外匯歷史資料 與那個繪製折線圖 拍攝 每一個人 都不適合 各種是不是 既然 我們不適合 感谢观看